迄今为止,地球是人类已知宇宙中唯一存在生命的星球。 不过,近年来,天文学家发现了大量的行星,并且估计锦银河系中就有上千亿的行星,这让人们相信宇宙中,应该遍布生命,甚至是发展出文明的智慧生命。 不然的话,正如卡尔赞根所言,这就太浪费浩瀚的宇宙空间了。 但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逻辑或主观意向来回答的问题,而只能用数据和观测结果来回答。 虽然天文学家已经找到了不少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,但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颗存在外星生命的星球。 在整个宇宙中,人类以及其他地球生命,有可能真的是孤独的存在。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,天文学家对太阳系外的行星一无所知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天文学家所能做的就是推测它们周围是否有行星系统。 时至今日,天文学家知道,每颗恒星周围可能都有一颗行星,所以拥有数千亿颗恒星的银河系,可能包含数千亿颗行星,而且整个可观测宇宙中,至少还有数千亿个星系。 总的来说,在可观测的宇宙中,大约有一亿亿亿十的二十四次方科恒星。 随着观测技术的进步,通过灵日法,视像速度法和直接成像法,天文学家已经搜寻到了大量的系外恒星。 根据统计数据,大约80%到100%的恒星,都有行星或与之相关的行星系统,大约20%到25%的行星系统中,存在一颗运行在一居带中的行星,这意味着它们表面可以维持液态水存在。 在这些潜在一居的行星中,大约10%至20%的系外恒星的质量和尺寸类似于地球。 另外,大约五分之一的恒星是程矮星、黄矮星和黄白矮星,它们的质量、光度和寿命,都与太阳相似。 基于上述的数据来计算,宇宙中可能存在大约100万亿亿时的22次方颗类似地球的行星,它们具备孕育类似地球生命的条件。 仅在银河系中,就可能有多达数十亿颗行星,存在类似地球的生命。 不过,拥有具备孕育生命条件的行星,并不一定能保证,真的有生命可以计划出来。 即使生命真的出现了,它们持续存在,变得复杂,以及分化的可能性有多高。 除此之外,那些生命能否进化成智慧生命,并发展出文明。 考虑到过去45亿年发生的所有事件和环境,包括,看似由随机过程所导致的进化转折, 可以肯定地说,地球上生命演化的方式,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的。 虽然根据德雷克方程推测,银河系中可能有数千个先进的文明,但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。 假设一系列尚未被排除的可能性无可厚非,但我们现在无法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。 天文学家现在所知道的是,如果过去的宇宙中,产生了一颗与地球相似的行星, 那么,要出现一个像我们人类这样,能够建立文明的智慧生命,就必须经历以下三个过程。 要生命一定是以某种方式,从非生命中产生的非生命和生命的界定很明确。 生命有新陈代谢,对外界刺激有反应,它们能够生长,繁殖和进化。 宇宙中至少发生过一次,就在四十多亿年前的地球上。 但这个过程会发生在太阳系中的其他星球上吗? 太阳系外的其他星球,也会经历这个过程吗? 在银河系数十亿颗行星中,或者在可观测宇宙的一百万亿亿颗行星中,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有多高? 这些都是未知数。 二,原始生命必须进化成复杂的多细胞生命数十亿年来。 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单细胞的,而且相对简单,一代又一代的复制错误,提供了基因变异。 生物灭绝事件和选择压力在地球上也促进了生命进化。 这可能是有生命的星球上不可避免的事情,也可能是地球上发生过很多次的极其罕见的事件。 三,智慧生命,一定是从原有生命中进化而来的,它们有能力创造出先进的文明,这可能是最不确定的一步。 自韩武器生命大爆发以来,已经过去了五亿多年,但直到最近几百年,地球上的生命才发展出一定的科技水平。 诸如我们这样的生命,可能在宇宙中是普通存在的,但也有可能,我们是可观测宇宙范围内唯一的特例。 虽然人类现在对宇宙已经有所了解,但如下的问题至今还是未知的,生命如何起源? 生命在一颗星球上孕育出的可能性有多少? 如果生命真的出现了,它们又有多少的可能性会变得复杂,并最终进化成智慧生命。 智慧生命发展出科技,并进入太空的可能性又有多高? 在整个宇宙中,除非我们发现了外星生命,否则生命的唯一例子,可能就是我们自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别忘了按赞我。